掌聲歡迎我們的董事長 掌聲有請 我所敬愛的陳市長 在座所有的業界先進 共同為亞灣區高雄 新南方新未來的貴賓 大家早安 早 今天是我們大港創建 要起航的日子 那不只是在創意的新南方 我們各個所有台灣目前新創的公司 都趕來這邊集聚 我們也希望透過今天這樣的儀式 來跟市長說 我們大家都準備好了 我們非常感謝高雄市 提供我們一個這麼好發展的基地 我記得在COVID-19的過程 最蕭條的時候 但是以前瞻的眼界 市長帶領的市府團隊 把亞灣區這邊 開始爭取中央的計畫 從5G一路做到自駕車 再到目前的金創計畫 它是未來明年最重要的 整個半導體的銜接 也是我們未來整個S走廊 科技走廊裡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級計畫 那這樣的部署 會使得我們南方的人才 不斷的在高雄這邊聚集 特別是有天分有熱情的年輕人 對於無人機國家隊 無人機產業來說 我們不是只有要發展 鏈接全球的信賴公命鏈 更重要的是在金創的應用 在軟體技術上 在AI上面 以及最終會做一個集合的表現 放在金創計畫上面 我們這些事情 開始要帶到高雄來做 我非常感謝有這樣的前瞻的視野 也非常感受到南方的熱情 我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大家結合在這裡 以無人機來說 能夠從這邊出發 鏈接到新南向 鏈接到美日 鏈接到北約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在高雄這邊 正式的呼籲我們要大幅的爭彩 哇我們要跟半導體產業好好競爭 現在的人才很多都會半導體抓去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在整個亞灣區 大高雄這邊 很多年輕的朋友 到我們的大港創建基地來 很多成立自己的公司 跟我們聯合在一起也沒關係 或加入我們的團隊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掌聲謝謝我們機會 盲派羅正方董事長 對於場域的鼓勵還有支持 謝謝我們的董事長 好的 那麼再來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